来看到灾民的回馈 2014年11月 马来西亚马六甲一座村庄发生水患 慈祭志工到当地震灾 也送上了竹筒 一年后村长主动邀请志工再来到村庄 因为村民们把一年来的善心 回捐给慈祭带动善的循环 一年前因为水患得到了慈祭的援助 还领了慈祭的竹筒 一年后志工和马六甲野心区 冯禄干拔村的村民要再相见 22个竹筒一年的爱心全回捐给慈祭 村民对当年的关怀一直都没有忘记 从原本的陌生到熟悉 影片中的画面让村民对慈祭更加了解 一场水灾关怀牵起了一份情 启发善的涟漪 马来西亚报道 2号 3号 1号 2号 1号